整個日出康城項目佔地32公頃 當中住宅部分分13期發展 預計在2025年全部落城 合共提供25萬火 這區受惠鐵路優勢 接通政府銳意打造的兩個商業核心區 港渡東和九龍東 發揮一脈相連的雙核心CBD優勢 另外再配合各方面多元化的配套新發展 為住客打造一個非常優勇的生活環境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這一區 看看這裏的發展 大型商場De Lojas 康城 是港鐵康城站旗艦級大型商場 連接港鐵康城站B出口 將會在春年下半年開幕啟用 設有國際級室內流冰場、英皇戲院 場內大約150個商戶 當中包括有娛樂、食肆、休閒生活商店 大型超級市場等等 留在區內都可以吃飯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原地產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Felix和我們討解一下 Felix 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這一區的發展配套和措施是怎樣 交通方面 乘搭港鐵2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島東和九龍東商區 繁忙時間還會加密班次 亦會增設永久公共交通交匯處 設有巴士總站、專線兆巴和的士站 而為了應付未來區內的人口增長 政府亦開始興建了將軍澳的跨灣連接橋 配合差不多時間啟用的將軍澳、藍田隧道 天熱主幹線和中九龍幹線 預計在2022至2025年分階段員工 未來往返西九龍站只需要12分鐘 區內亦有多間直資學校和觀春學校 部份設有IP課程、方便行接海外升學 而近年亦有兩間國社學校相繼落成 為區內學生提供更多選擇 灣仔入境處大樓 預計在2023年會搬到將軍路 到時會多很多公務員上班 對區內住宿需求亦會大增 加上周遭配套環境設施亦相繼落成 預計區內人口和經濟活動都會急速增長 日出康城第九期發展 被譽為是發展商惠德鋒 在日出康城OEast系列的押軸之作 當眾份ABC三期推出 現在推出9A期Marini 提供647個單位 涵蓋一房至三房連一套房間隔 不設工作平台間隔方正 住宅以玻璃幕牆設計 進修室外美景 項目設超過3萬平方呎的英室圓林 超過4萬4千平方呎住客會所 康城區內陸化園地超過100萬平方呎 另外都鄰近海濱長廊 飽覽將軍澳海灣和南塘海峽景致 將會有24小時有蓋行人天橋 連接旗艦商場The Lohus 經商場去港鐵康城站 大約是7分鐘 項目鄰近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是日出康城最近大橋的住宅之一 去港島或九龍只需要8分鐘 想了解多點的朋友 記得來留意一下